大家好,我是大野猪,本期视频都是瓜,希望大家吃得开心 接着是这位朋友的衣服,登上了外网的热门话题,短短六七个小时,点赞六万左右 虽然只是渡火套,但是暴击伤害42,我玩原神到现在就没一个上事实的 我要有事实多的,我也印在衣服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40以上爆伤的圣遗物啊 下面的评论区都是塞圣遗物的啊,这个不能看不能看 45.1,大家快吸一下外国朋友的欧气 全球原神玩家都在这个帖子下面塞自己的圣遗物啊 这位朋友的火伤杯也挺不错的 本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为 原神超越了塞尔达荒野之息,如今的任天堂还有胜算吗 文章开头,拿原神两年赚了40亿美元 而塞尔达六年赚了10亿美元来进行对比 这一看就知道是在拱火啊,当然作为日本媒体酸一下也很正常 原神是一款多平台游戏,它有PCPS移动端云游戏 自然要比那些没有这么多平台的游戏收入多啊 而且原神是免费游玩的,自然要比那些付费游戏的玩家多 虽然有很多玩家是白嫖的,比如说国外35% 但是玩的时间久了以后,我充张月卡,充个技型 或者看到喜欢的角色我刻个648,这样一来钱不就来了吗 然后日本玩家的评论非常有意思 不玩原神的竟然说原神是间谍软件 玩原神的则说你这个节奏已经过时了 只要玩过原神的都认为,在流水上面是不可能超越原神的 同时日本的本土手游和原神确实存在差距 甚至觉得原神还能再占30年,大家觉得可能吗 原神日服的收入占到了全球原神收入的23% 而且是不算PS平台的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国产游戏可以走出国门 在赚外汇的同时也要赚口碑,最好就是还能文化传播一下 然后铃人的生日也登上了外网的热搜 玩家为他举行了生日庆祝 祝铃人生日快乐,非常的温馨 这些二创图都非常的棒,把铃人画的都非常的帅气 现在外网对于原神角色的生日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模式 只要生日了就会有大量的二创啊,庆祝啊,生日会啊 这个氛围确实非常的不错 接着是心脏若真君的新作品 万叶的旅行后续 接着是心脏若真君的新作品